狗仔偷拍黑人千万兵设为停20分钟等素颜反泛逛二手店。 41岁的黑人陈建周日前开着市值1580万元的麦拉伦超跑,在信义商圈背后方计程车不慎擦撞,事后他佛新来着,体谅小黄司机不是故意的没有追究,前晚6点多,苹果直击,黑人就地重游来到市发地点旁的威风信义百货逛街,但有钱车直见的他。 这次开的不是麦拉伦超跑,改开同样是1000万元起跳的宾式客700部Libus休旅车,在住宿沿的老破范尾奇范范逛百货公司。 晚间六点多,黑人与反范夫妻俩牵手逛威风信义百货只看不买,准备搭手扶梯下楼驱车,当天黑人穿着黑蹄搭牛仔裤,老婆反范则是一身棉梯,棉裤宽松打扮,脂粉未施的她,低调顶住熊猫眼素颜逛街, 夫妻俩一路十指紧扣去停车场缴费驱车。 有了上一次被撞经验,黑人这回该开市价也是1000万元起跳的宾式客700部Libus休旅车, 她在驻反范离开威风信义百货,行精停车场出口时也格外小心翼翼, 之后夫妻俩开车来到金化酒店旁的精品街,黑人毫不犹豫地直接将车围停在红线上放范范下车。 不管一旁马路上写的消防通道,自让范范则提出红黑色格文提带到一旁的二手精品店大楼, 虽然黑人在车上等老婆,但一停在红线上就是20多分钟, 途中还有多辆汽车经过明暗喇叭,她也都置之不理,做不良事饭。 二十几分钟后,范范露出酒窝甜笑,再度不出二手名牌店大楼, 但原先下车体的红黑色格文提带,已换成黑色纸带不出店家, 看来似乎是来二手名牌店做交易,相较黑人时常开超跑, 老婆范范显得低调许多,不仅素颜是人逛败货公司, 还爱用二手名牌或当企省长,相对节省许多。 黑人表示,跟范范去威风,纯粹是用力劝吃饭,放松一下,走走看看, 也说老婆范范手上提的只是一些杂货,至于被拍到维庭红线。 黑人仅表示,我人在车上,这,并没有多说。